我们大陆人从小在学校就遭到我们说 我们是黄河的后代 我们是黄河的子女 是阎王子孙 黄河就像我们中国人民的母亲一样 前不久我们都知道 连台湾的歌手 在中国的舞台上面都大言不惨的说 我们台湾人民 包括我自己 都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我们都是黄河滋养的后代 干我觉得干你屁事 黄河都不流进台湾 你一个台湾人 是怎么在台湾从小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是受黄河滋养的 你再怎么说 你说你喝着淡水河的河水 你说喝着高雄爱河的河水 我都觉得没有关系 你不要代表说 台湾人民都喝着黄河水长大 我觉得中国人听了都觉得蛮离谱的吧 黄河流到哪里 连上海都不到吧 你是怎么受到黄河水滋养长大的 真的是为了人民币 为了舔共 真的一点逻辑都不讲 接下来黄河水要收费了 请问台湾的艺人 肖敬腾 你要不要交钱 请问台湾的河水